藏传佛教真的不是佛教,甚至不是正法吗? 大家好,欢迎来到清凉镜,我是高一范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介绍过几次藏传佛教 有些朋友在评论区留言,提出质疑和反对 他们认为藏密不是佛法,甚至不是正法 那么到底如何来判断一个法门,是正法还是邪法呢? 其实啊,是有很多的判断标准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知见正不正 所以今天我就来介绍密宗的七种知见 大家来看看密宗的知见有没有问题 首先是凡夫知见 密宗认为凡夫知见就是觉得一切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对任何东西都抓得死死的,舍不得放手 第二种是外刀剑 他们要么是断灭派,觉得啥都是暂时的 一切最终都要灭掉 要么是常驻派,坚信有些东西是永远存在的 比如认为我有阳神,这玩意儿是永恒的 但他们不明白这所谓的阳神也是由我们的第七意识产生的 其实就是个假象,并不是我们内在的真正佛性 所以这个阳神其实也是有寿命的 比如黄龙禅师就针对吕洞宾的阳神说过 纵饶百万劫,依旧落空亡 顶多你活得比常人时间长 但是百万劫之后,你还是归于无有 因为有生必有灭,没有灭哪有生 这是辩证法,既然已经生出来了,将来必定要灭亡 只有我们的佛性则是自然真实的,不生不灭 不是哪个时候才出现的 所以说从无始以来,本来就是如此 就像金刚经所说,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第三种观点是生文剑 就是我们说的罗汉的看法 他们主要强调的是空的概念 但对佛性的妙有却不怎么了解 第四种观点是唯实见 这是显教的法相中的核心理论 在玄造大师去印度取经带回的成唯实论里头详细讲解的 在这个理论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性 一种是遍际所值性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偏执或者固执 第二种是依他起性 意思是所有事物都是依靠其他因素产生的 比如这个杯子原本不存在 是陶土在窑里烧制成的 桌子也是原本是木头加工成桌子 佛经中称这种现象为因缘所生 就是因为各种条件的组合才清醒的 这就是依他起性 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独立存在的实体 都是依靠其他元素组合而成的 既然本来就不存在 就不应该执着于外向 这样就能进入到原成实性 见到了真实的本性 如果执着于外向不理解依他起的虚假表象 认为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去追求它们 那就陷入了遍际所值性 也就是普遍的偏执错觉 所以第一种遍际所值性是错觉 第二种依他起性 则是了解到所有东西本来就没有实体 都是虚幻的 不须执着 不执着就是放下 进而证悟到第三种 原成实性 那就是真实的本性了 第五种是中观见 这是认为一切事物本来就不存在 都是真空妙有 即元起性空 一切事物都是因为条件和关系而存在 其本质是虚无的 第六种观点称为巨生之见 意思是每一个生灵都有佛性 我们都是佛 所以别看不起自己 别觉得自己只是个凡人 不是佛 那种想法太自卑了 我们要自信的说 我就是佛 既然能自认为是佛 那我们的行为就应该符合佛的标准 真正能够放下一切 自如的运用这种力量 心胸开阔洒脱自在 因此既然我们承认自己是佛 我们的行为就应该体现这种美妙 让我们摆脱以往所有的固执和坏习惯 恢复我们的本性 这是我们的大智慧 最后一种观点是大圆满之见 大圆满之见认为 所有的奇妙的存在都是我们本性的表现 本性即相 相即本性 二者不分 即空即有 有即是空 空即是有 一切存在都是我们的奇妙本性的表现 因此呢 我们不需要在向外寻找本性 也不在本性外求向 一切项都是我们奇妙本性的表现 这就像建造房子 开始需要工程师设计图纸 这些设计需要通过大脑 思考如何建造 计算材料需要多少 这一切都是大脑的功能 这大脑功能如何运作呢 全靠我们的佛性 就像电灯 电线拉好了 如果不通电 灯就不亮 通了电 灯才会亮 佛性就像是电 所有这些作用呢 都是佛性的作用 一切项都是佛性创造表现和看见的 因此一切项就是我自己 我就是一切项 这就是大圆满的见解 极有极空 不是单纯的空 也不是单纯的有 你说空 其实有着三千大千世界 无数的生灵 你说有 但所有项都是住不到的 就像镜子里的影子一样 因为我们的佛性 就像是大圆镜至 照亮整个广阔世界 因此有了佛性 就有了一切项 这些项都是我们心灵奇妙的运用 本性的表现 佛性本身无形无像 但它能显示一切 所以像就是我们的本性 这就是大圆满的见解 大家听了上面的密宗的七种支箭 觉得他们的支箭正不正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如果拨开密宗的那些看似神秘的万一 比如双身相啊 愤怒相啊 以及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那些特殊的术语 我们只看密宗的实质 其实真的跟显教是一致的 比如大圆满法的最高境界 跟禅宗的最高境界 在表达上基本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再对比一下显教的五种支箭 来加深我们对密宗支箭的了解 在显教看来呢 第一种支箭是人天成的思想 这种观念呢 强调因果律 鼓励我们做好事不做坏事 帮助别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但这种支箭的人呢 可能还没清楚如何学习佛法 或者怎样去修行 这就是人天成的特点 它能帮你保持人身不失 并且可能呢 还能升天在天界享受福报 第二种呢 是罗汉剑 这些人也懂得因果 但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空的 不了解妙有 如果说一切都空无所有 那世界还剩什么样 还求什么佛法呢 佛教所讲的空 并不是完全空无一物 而是一种无可取不可得的空 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真空 不是单纯的空 所谓的空 是说佛像是无形无相的 你看不见也摸不着 但它并不是完全不存在 它有其独特的灵性 所有的作用都是由它引发的 我们能看到东西 听到声音 工作 走路等等 这些都是佛性的作用 所有的色相 都是佛性显现的幻象 我们的身体 眼睛 耳朵 如果失去了佛性 就无法起作用 同样的 宇宙万物离开佛性 也无法显现 比如我们 如果突然听着呼吸 这个身体就会变得像木头一样 无感知 眼睛看不见 耳朵听不到 嘴巴说不出话 手脚不能动 大脑也不能思考 世界也就无从建设了 所以我们现在能说 能看 能闻 能做的一切 都是佛性的功能 这就是妙有真空 而不是偏空 但是二乘法的修行者 不了解这一点 他们只是空掉了人我概念 只知道这个身体是不可得的 因此能了断生死的一段 但反过来呢 又执着于法相 认为法我是存在的 法我就是将 佛性中的地水火风 四大种性 视为我自己 认为有法可修 有菩提可证 有生死可了 因此二乘法的修行者 因为偏执于空 而不了解妙有 他们执着于法上 这就是偏空的执见 第三种是外道见 这是一种持意见 而修行的方式 所谓的意见 就是执着于长与段 有些人认为 人死后肯定还存在 像木头一样 不再有任何知觉 这是错误的 有些人则认为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因此他们之间 会有很多的争论 忌常就是认为 永恒存在 忌断就是认为 一切随死而终 因此呢 外道见就是在心外寻求法 带着这些意见来修行 第四种是菩萨之间 这是基于对因果深刻理解和我法二空的理念来修行的人 他们知道人我和法我都是不可得的 如前所述 法我是我们佛性中最基本的元素 即地水火风四大种性 种性就像是种子 就像种下稻子 麦子能长出道脉一样 我们的世界和所有的事物 都是由这些佛性的四大种性产生的 如果执着于这些种性是真实的我 那还是一种执着 法我不空 就不能成道 必须进一步达到我法二空 即人们的身体 即一切现象都是不可得的 佛性的地水火风四大种性也是不可得的 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两种生死而成道 一旦执着于任何像 就有一个东西阻塞了你的心灵 遮蔽了星光 不能圆明朗照 所以这个也要被空掉 才能真正成佛 这就是菩萨的指见 第五种就是佛指见了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到 我们自己其实就是佛 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 每个人都是佛 那么用这种仰光来修行 这就是佛指见 开始学佛修法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树立这样的佛指见 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和佛一样 拥有那种不会犯错的智慧 本来就是清清楚楚 没烦恼的 这个心本来就是佛 不是靠某种方法修出来的佛 就因为我们不了解 看到外面的东西 误以为那是真的 就跟一般人一样 觉得外面的一切 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那就忍不住去追求 那就没完没了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 每个人都有佛性 不被外表迷惑 放下一切回归本源 那我们就成佛了 成佛不是修出来的 而是本来就有的 所以叫做本性天真佛 原本就是如此 只是我们被外表迷住 走错了路 贪婪无恙 造了业 受了报 才会陷入六道轮回 无法脱离生死 佛陀看到我们这么可怜 所有的生灵 都有佛性 却不自知 就在这儿糊里糊涂的 造业受报 白白受尽 轮回的苦 因此呢 佛陀降世 现身说法 他告诉我们大家 该醒醒了 别再执着了 我们能放下就能成佛 所以其实很简单 很方便 不是没有希望的 大家不要怀疑 别想着 哎呀 我没希望了 我的业障那么重 怎么可能成佛呢 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 所以第一步 要有正确的知见 对比一下密教的七种知见 和险教的五种知见 对于密宗是否是正法 大家现在有没有自己的结论呢 在5月3号的视频里呢 我还详细介绍过密宗的九成教义 分别是外三成 内三成和密三成 而在藏传佛教的红教中呢 大圆门法是被认为最高级的佛法 大圆门法里面呢 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叫撤阙 如果用现代汉语来说呢 就是立即断绝 这意味着当妄念一冒头 你就得立刻把它切断 不让自己随之沉迷或流浪 这样可以让你的真心浮现出来 第二部分呢 叫托嘎 意思是立即超越 修炼这一部分呢 可以让人超越三界 彻底结束生死轮回的苦难 密宗修炼的一个特点是 先是修成一个像 即一个形象或视觉化的对象 然后通过修炼将这个像化为虚空 从而呢 见到自己的本性 这个过程啊 需要绕许多弯路 不是那种能够立即断绝和超越的 我们的本性其实是无形的 摸不着的 闻不到的 这让很多人一开始就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因此在藏传佛教中呢 修行者需要绕许多的弯路 比如修行者要先进行磕头和其他四种初级修行 也就是四加行 然后进行前行观想 即先建立一个形象 这样呢 才能进一步修行 见性的法门 在大圆满的彻阶阶段 修行者首先需要修炼气脉明点 从调控气息着手 观察脉管和齐个轮 三脉呢 是指中脉 左脉和右脉 七轮呢 是顶轮 眉间轮 喉轮 心轮 气轮 丹田轮和海底轮 在观察完这些后呢 再将这些像视为虚空 这就是大圆满彻阶阶段的前行 也就是修行前的准备工作 这样的修行呢 就是在帮助修行者 最终能直观到自己的本性 摆脱外在的形象和执着 修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见到自己的本性 当你的本性显现出来后 可能还会有很多过去生活中 积累的习惯没有消除干净 因此呢 大圆满的修行 还需要进行脱嘎 这个过程就是保护我们的本性 让错误的习惯呢 慢慢消失 让觉悟的感觉慢慢增长 这和禅宗所说的 误后继续保持功夫呢 是一回事 就是要好好地保护你的本性 在正行阶段 不再特别强调修行了 因为说修不修 都是形式上的区别 关键是时时刻刻 关照自己的习气 这就够了 大圆满法呢 还讲究深化鸿光 但如果你过于执着 深化鸿光呢 还会被批评为 宇宙中的游魂 无法达到真正的圆满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也欢迎您点赞关注 并在评论区呢 留下您对密宗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讨论 一起修行 一起法喜充满 我是高一范 我们明天见